你做個蟹給我吃 但這個蟹為什麼不懂得動? 是不是不新鮮? 是這樣的 我們採用這個台山比較大隻的鹽仔蟹 我們為了讓它更好保持它的造型 會先用這個冰水把它凍透 凍到它暈了之後,我們再去處理它 這個蟹就會更好把爪子保留在這裡 不會掉 但普通的鹽仔蟹,它沒那麼大隻 為什麼要選這麼大隻呢? 對,因為我們是比較優選的台山鹽仔蟹 相對比市面上的,會大一、兩左右 鹽仔蟹怎麼為漂亮? 像鹽仔蟹,我們可以捏在這裡 它是比較實的,不會很虛浮的感覺 這樣的時候,這個蟹肯定是夠高、夠實用 那這一盤好像中藥一樣,嚇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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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館店的特色調製 專門在南京一帶採購的米醋 然後我們用七年的花雕酒 還有煙會醬油 這是自己調製的蟹汁 那這種做法是否有點像 江節一帶的醉蟹那種… 沒錯,我們這個是熟醉蟹 為了我們這邊更好接受 所以我們先把它蒸熟 蒸到白色,然後再把它醉 這樣吃起來比較放心健康 口感又比較好 這個也是跟江師傅學校的蟹 它是醉蟹來的 採仔蟹的話,做醉蟹相對較少 平時我們吃醉蟹 都是陽情活的大閘蟹 但現在不是時候 海生的採仔蟹 還是醉蟹 這個台山的採仔蟹 真的很大隻 試試這個採仔蟹 會否醉蟹 真的很美味 你吃到真的很香 那種30年花雕酒的味道 而且這個跟江節一帶的醉蟹 是不同的 那種是在生的時候 用去醃它 但這個是蒸熟之後才放醬汁 所以這邊的人會比較習慣吃這種做法 那邊的醉蟹相對的味道會較甜 但我們這邊的師傅 始終做回廣東的風味 首先要突出這個蟹的香味 和肉質的鮮味 再加上那種花雕酒 陳年揮發出來的香味 跟這個蟹相揮影 而且這個蟹 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平日我們吃蟹,更多是清蒸、芝士焗 但這個味道 我覺得是比較酸甜的感覺 這個採仔蟹 其實它是蟹姑娘 未產嬰兒的時候 它裡面的膏是很軟滑的 而且那個殼比較薄 吃起來的肉質比較鮮甜 我沒想到台山菜這樣揮上 有多高檔 不如我去廚房 當然是江師傅學煮好的菜 嗯